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是我们的第二张唱片 具体的说从上一张到现在可能有三年多了 真正中间排练可能两年多 这样 怎么说呢 在上一张唱片做完之后 我们觉得可能再让我们重复做上一张唱片 类似于那样的一种东西 那种表达方式可能有一点意思不大了 因为我觉得上一张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做得不错 而且也到了一定的地位 到了一定的水准 应该怎么说到了一定的水准 然后就算能够做得比这个水准再要高一点 但还是在走那条路 我们希望可能也许可以换一种别的表达方式 去表达同样的一种气质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有很多东西是一直在试 一直在尝试 然后试的不行了就不要重新再来 这中间肯定也有很多歌也就最后就没要 然后所以直到现在做出来的 选出来了这么一些歌 做了这么一张唱片 我觉得主要还是表达方式上面的 可能表达的东西都一样 或者气质上都一样 但是表达的手法上我觉得变化蛮大 可能上一张相对而言比较直接一点 比较比较冲一点 或者是比较浅显易懂一点 可能这一张相对而言表现的就婉转一点 然后我觉得听上去可能更加的内敛 更加的英语 主要是这个方面 然后很多的可能是一些乐器上加入一些键盘 打击乐 包括人身上的一些处理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在EP中所没有做过的 而所做这一切其实也只是为了 让这张唱片的表达方式听上去 跟上一张唱片有很大的差别 这张唱片有很大的差别 这张唱片有很大的差别 不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这张唱片我觉得整体听上去已经不是那么那么纯粹的或者是那么标准的70年代的后宫歌音乐了 可能这张唱片我觉得整体听上去已经不是那么那么纯粹的或者是那么标准的70年代的后宫歌音乐了 但是表达手法上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更加的新了一点 或者更加的更加的怪一点 很多东西就并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postpunk 也不是说中规中矩的你说Jollyvation也好 Bowhouse也好 其实在这张唱片中可能你很难再找到那种可以去指着说的那种段落 这儿是Jollyvation 这儿是Bowhouse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难了 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尝试的一种新的方式去延续那种气质 更多的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说 或者是正在培养一些我们自己的习惯去做这张唱片 上一张唱片可能我们只是仅仅负责 贝斯或者鼓这么一个有局限性的一个声部 但是在这张唱片里面你可以听到有更多的 我来唱的一些段落或者一整首歌 或者包括我会去演奏其他的东西 甚至是鼓手也会有一些打击乐的就是更丰富的一些东西加入 就不仅仅是最简单的三大剑的那样一个构成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并不复杂 其实还是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宗旨是一样的 就是最简单的一种音乐 听上去是最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 就是所以花了增长时间 对对 在音乐上更饱满 比起上一张的歌也更有张力 表现的东西更多 更分满一些 在音乐性质气质上更沉得住气 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拿到这张唱片之后你会怎么想 我们自己怎么想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情绪上的东西 而这张唱片一旦它发行了 很多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它已经不是那么私人的东西了 你必须得让拿到它的人去想 他这个比如他唱这首歌是唱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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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事先说我希望你听到这首歌是在唱什么唱什么 那可能就意思不大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题目可能看上去 我自己觉得如果从情绪上来说 这个专辑的名字听上去会非常的戏剧化 然后非常的荒诞 至于它具体代表什么 我觉得可以每个人自己去想 这样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有我们的制作人在里面说了很大 很长一段话的那首歌 跟我们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那首歌可能听上去 就是你甚至猛的一听 感觉不到是我们乐队做出来的 但是就是我特别喜欢 现在特别喜欢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里面刘敏昌的那首歌 那首歌我觉得可能在编曲上 或者说在整个结构上 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 包括听上去可能你猛的一听 我觉得那首歌比较单 因为只有一个bass 一个唱 鼓也没有 其他也没有 就是一个bass 一个唱 然后还有一个saxphone 然后 但是中间然后进了鼓 反正就是很多编曲上的一些 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而且那个sax 那个trade也特别有创意 对对对 在唱片里面听那个saxphone 听上去 有点癫狂 然后有一点 特别的 有点狂不相干 特别变化那个味道 就完全跟这个完全不相干 但是特别的癫狂 然后配上刘敏的唱 再配上中间突然有一段 然后马辉的鼓得进来了 再加上还有一些别的音效 就是那些音效一点都不复杂 都是非常简单 非常直接的音效 但是一定会抓到你 就一定是很抓人的那种音效 可能那首歌我是 相对而言 我是觉得是最艺术的一首歌 在我们这套唱片里面 而且我唱的那个唱腔也跟 以前唱歌的方式不一样 是比较诡异的 对你听上去可能会觉得有点走音 而且也是特别随意的唱 特别随性的 特别懒洋洋的 然后刚开始听 可能有点不太习惯 觉得有点跑掉 但是你听惯了 半年半唱了 对其实还挺好听的 主要还是因为这张唱片 我们终于从某种程度上 有了一个制作人 他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 参与到我们的唱片录制过程当中 他能以一个 就首先我们信任他 然后他提出来的一些意见 我觉得可以接受 而他是以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的音乐 局外人的角度 有的时候提出来的东西 哎 你觉得不错不错 对这个我就 而且就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上一张要出EP的原因 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对 如果没有上一张EP 也许大家觉得录得很差的 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经历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慢慢知道了 哦 原来录音应该可以就是跟现场演出 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 表现方法 这次就完全不一样 对 包括这次我们录音也是 录音师也 也很好 也特别好 对 他也有很多点子 对 能够完成我们的想法 基本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可能他的工作就是 你提出你的要求 我帮你去实现它 但我不会对你提出的要求 做出任何评判 对 我不会说你这个音色 我觉得不太好吧 或者他觉得 这个不是他的工作 对 他的这些属于制作人的工作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跟国内最大的区别吧 当初其实我们三个人 都是属于什么人呢 都是属于想做乐队 但没乐队可做的人 又特别想做 所以然后刚好就认识了 通过朋友介绍 反正各种各样的机会 最后就认识了 然后大家都想做乐队 而且都是想 都是有野心的 都是多多少 说有点报复的吧 就不说野心了 总想在乐队上 我能做出点什么 至于做到一个什么样 当然希望能做到越高越好 但当时想就是 我先做点什么 至于这个音乐上的方向感 就是方向 我们做什么样的音乐 我觉得可能 本身刚开始就蛮喜欢这种东西 大家都蛮喜欢 只是可能程度就是 我喜欢的多一点 你喜欢的少一点 但是都是觉得 首先这是一种好的音乐表达方式 Post Punk对于我们来说 而且是很合适于我们 而且我们三个都是那种 不是特别外向的人 都比较内向 对可能 所以这种音乐方式 正好比较合适我们 对对 你如果让我们去做 什么EMO或者Hardcore 可能我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就是以我们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而言 我觉得所以说 刚好这个东西特别合适我们 而且也简单 很适合于刚刚开始做乐队的人 开始玩 所以我们就开始 而且我们技术也不好 对 对 就想想想办法 把这个弥补过去吧 对 有很重要的部分原因就是 我们是确确实实喜欢这种音乐 对 我们是感情的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去唱这样的音乐 所以 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流露出真情实感吧 对 对 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 所以说现场也不会那么觉得 做作或者怎么样 性格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在感情谈 Li 不 我们不可能 我们的想像 就 emot 客人 是 我们 我们真正的唱作确实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出来的 当然之前肯定会事先 比如说在家里面会想好某一个动机 某一首歌的比如说某一个动机 有这个动机 我觉得可能这样说吧 我们比别的乐队可能在家里面 去排练之前准备的东西要更多一点 要准备好了一首歌 然后再去排练 然后可能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变化 或者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比当初想的更好的东西 这个就是单单在一个基础上 对我们不会说就是漫无目的的跑到排练时 然后就开始排练 好像很多乐队可能 当然很多乐队可能也合适于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即兴玩 玩出某一段东西 然后再定 这段东西不错 我们根据这段东西发现出一首歌 这可能是很多乐队的排练方式 但我们不是 我们如果没有准备好 我就不会排练 就是肯定是差不多 比如在家里面大概想想 大概弄懂 觉得差不多了 今天可以试试了 排一首新的 按照事先想好的这个东西 我们去走走看 然后过程当中当然会有改变 但是大概一个总的东西肯定是实现是框架 对一个框架肯定实现是计划好的 冷静 嗯 内敛 嗯 我觉得是怪异吧 有一点怪异 我有点诡异 对 发挥的 严肃 对 严肃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歌的想表达的东西上 我觉得我更多的想想表达的是 是一个 是一种疏离的状态 一种 一种距离吧 大概这么一种东西 情绪里面的人 也许 可以尝试一下 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好乐队 也不多 差乐队一大把 你今天晚上把某一个城市给 给弄爆了 在生活中 用那种方式去表达出来